各位媒體朋友們 還有新聞處處長 以及林愛達利商公司主任 安南區副區長 還有司法委員 林華委員的 台南總召 殺爆 還有我們莊副館長 林俊憲委員的特助 還有鄭家瑋議員的特助 以及沈正中議員的特助 還有林俊憲議員辦公室主任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是台南市第一次 辦理南島文化節 因為我們要配合台南四百 但是大家很知道 其實遠超過四百 我們原住民就已經在台灣了 也有研究顯示 其實語言最複雜 使用最頻繁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語系非常的多 這個通常會是一個語言的發源地 所以我們南島民族的發源地 據研究應該就是在台灣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是用南島 然後我們用了一個海洋的印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南島語 南島的文化 我們是藉著海洋 我們這樣子傳遞出去到世界各地 那我們在大海時代的時候 也知道世界各地也來到台灣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交流互動 原住民不可以缺席 那這個我們台南市政府辦第一次的 這個南島文化節 活動非常的精彩 我們有超強的卡斯 你想得到原住民大排 藝人都這次都會出席 然後我們不只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認識我們的語言文化 我們也希望有一些教育的意涵在裡面 所以呢 這十六、十七就是下禮拜六 下禮拜天 這兩天我們還有闖關的活動 那也不是定點的闖關 你是要走讀 你要到我們的這個好夥伴 台南歷史博物館的園區 我們去走讀各有四關 十一住席的關卡 然後把語言、把文化 藉著遊戲來體驗、來認識 然後我們當天 這兩天也會有美食 因為我們在薩哈木 我們有扶植了十三家的廠商 然後這一次我們有六十攤的廠商 一起來跟我們共襄盛舉 所以當天有非常豐富的原住民的文創美食 所以呢 這兩天非常精彩的活動 邀請市民朋友們 都可以一起來體驗我們南島文化精彩的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藉著這樣子熱鬧的一個活動裡面 大家能夠更認識台灣原住民 更認識南島文化 謝謝大家 Mari Mari Masaru Mari Mari Masaru 非常謝謝主委帶來的支持與勉勵 讓我們呢